为什么? 闫明云怎么也想不明白 范贤是通缉犯 二皇子是给他扣上通缉犯罪名的始作勇者 他想对付范贤 朝廷怎么可能会视而不见 要知道 朝廷之所以全国通缉犯贤 那不等同于已经承认了范贤通敌卖国的罪名 海棠朵朵也觉得匪夷所思 北齐女帝之所以派她来 就是为了保证范贤的安全 甚至带回北齐 倘若南庆朝廷并不会对范贤出手的话 那她此来岂非是旅游观光 斯里里更是秀眉紧促 眉宇间闪动着一些愁绪 在听得范贤此言之后 她呼着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南庆朝廷当真不会对付范贤的话 那她和林瓦尔的婚约 是不是一如既往的进行 甚至是毫无阻碍的进行 她虽然并不反对 心里也默认 可心中那种酸溜溜的感觉 却在所难免 这就好比吃了一个柠檬 虽然觉得并没有什么 但那种刺酸的味道 却一直在口腔里 肚子里蔓延 无法阻止 所以她心里很是矛盾 她当然不希望范贤 遭到南庆朝廷的围捕 可她心里似乎也不是那么愿意 让范贤回到京都 这时 范贤起身在院里走了两步 脸上笑意见剩 你们发现没有 直到现在 南庆朝廷也没有对我 身在淡州这件事 做任何反应 按理说 范贤从两国边境 进入南庆的那一刻 南庆朝廷就该行动起来了 可是直到现在 朝廷也未曾对范贤 有过任何动作 甚至好像完全不知道范贤 已经回到了淡州一般 但事实上 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吗 监察院 二皇子 长公主这些人 在朝中都有耳目 但这些耳目 却并未在朝中上书 请求皇帝抓捕我 你们难道都没感觉到奇怪吗 范贤若无其事地笑着 脸上满是惬意和淡然 严宾云眉心微斗 甚为不解地问道 你的意思是 皇帝并不想抓你 范贤笑而不语 严宾云再道 当日下令发布海捕文书之时 皇帝对你通敌卖国之事 可谓是咬牙切齿 恨你十足 但而今却呼得没了动静 着实令人奇怪 范贤不提这件事 他还不会感到奇怪 可当他细洗深思这件事的时候 他才发现这件事 从头到尾都很离奇 皇帝为什么会轻而易举的 就相信范贤通敌卖国 他不是一个会受到 朝廷大臣胁迫的人 就算由使团的官员为证 再加上自己的证据 范贤通敌卖国的罪名 或许可以坐实 但皇帝只要不信 他就不会发布海捕文书 也不会让范贤通敌卖国的罪名 弄得世人皆知 皇帝又为什么 在范贤回到南庆时 一点动静也没有 反倒是监察院 第一时间与范贤取得联系 而且还派了黑旗前来 难道说 这一切都是皇帝的指示 要知道 陈平平只听皇帝的旨意 于是他看向范贤 想知道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 他没想到的关键 范贤点燃烛火 然后走到斯里里身旁 椅子疯我点 斯里里急忙起身 但却被范贤拦下 只分一点 坐下后 范贤这才道 其实很简单 我在北齐刚刚把身受 北齐太后一众的沈众拉下马 又将你言兵云 一个南庆至关重要的暗叹救了回来 说我通敌卖国 是不是怎么看得有点不切实际 我如果要通敌拜国 大可不必救你 更加不会罪北齐太后 所以皇帝虽然相信了你和二皇子的指控 也确实下发了海捕文书 但他心里是不会相信的 朝中的六部官员都是混迹官场的老油条了 他们岂能不知皇帝这一招乃是欲擒故纵 所以他们不会上书请求皇帝真的抓捕我 至于二皇子和长公主那就更别提了 在京都时 他们就已经我背后 有我家老徒和陈平平支持 皇帝对我也十分倚重 如果他们急切地想将我一棒子打死 反倒会让皇帝起疑 你难道忘记了皇帝多疑的性格 如果换作是你 你看到二皇子如此急切地想置于我于死地 你会不会怀疑二皇子有异心 逻辑清晰 条理清楚 对于范贤而言 分析这种事几乎不用什么脑筋 因为所有条理都摆在那里 只要稍微有心 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端倪 只是阎明云听到这话 还是忍不住深吸了一口气 如此说来 皇帝至始至终都未曾相信我和二皇子的指控 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如果皇帝至始至终都没有相信自己对范贤的指控 那岂不是说 皇帝从一开始就在怀疑自己和二皇子 那自己向二皇子投诚 岂不是显得愚蠢无比 等他反应过来时 他忽地发现 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的滑稽可笑 他原本觉得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 可谁知 戴得范贤这么一分析 居然分毫不值 而且破绽百出 于是他再度难以置信地看着范贤 他想求证 他要证明自己的计划 并非一无是处 范贤靠着私里里 鼻尖传来女儿家特有的体香 心中不由微微一动 不过他却对着阎明云笑着道 皇帝信不信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要制造出这样一种局面 一种我已经回天乏术的局面 因为只有这样 二皇子才会掀开底牌与太子相争 说到底 二皇子不过是皇帝魔力太子的一颗棋子 别人或许不知 但他心里却明白得紧 接着 范贤又道 还有 我通离卖国正好给了太子沉重一击 二皇子在此时出手 恰好能够对太子进行致命一击 皇帝想要的是这个 所以你的计划并非没有作用 只是被皇帝稍加利用 变成了他磨练太子的一种手段 话到这里 范贤脸上的笑意渐渐消散 他知道 在庆帝的眼中 世上所有人都只是棋子 无论是自己 还是阎宾云 亦或者是太子 都是他玩弄地术中的一颗棋子 庆帝对任何事都始终保持着隔岸观火的态度 也正是因为那是他想要看到的局面 可是他范贤并不想当棋子 京都二皇子府 飞鸽陆路院内早有心腹取来 二皇子看过密信 脸色顿时铁青 一双略显阴冷的毛子里投射出两道寒光 范贤 谢彼安被范贤生擒 这种消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 只是跪在地上的武士并不知晓 此刻低着头不敢吱声 被马进攻 花音落下 二皇子一改往日洒脱的形象 积极领着人朝皇宫而去 陛下 上山湖已经接管北齐边军 我们若是强攻 只怕除了人数上的优势 占不到任何便宜 反而是北齐 他们可以利用地理优势 对我国大军进行袭扰 到时候战线势必会拉得极长 对我们而言不是什么好事啊 一个约莫五十来岁的老者 正站在御书房内 与庆帝分析着南庆与北齐开战后 可能会出现的种种情况 此人正是太子门下 庆国兵部尚书 忙之换 庆帝文言 眼皮青苔的他一眼 淡然道 上山湖纵有天大的本事 也拦不住镇的二十万大军 此事毋庸在矣 话音刚落 侯公公就进来了 陛下 太子和二皇子殿下求见 宣 庆帝若无其事的起身 顺带拉了拉衣襟 脸上不见丝毫波澜 不多时 在侯公公的引领之下 太子和二皇子相继步入殿内 建立后 庆帝看着二人问道 何事 太子目光微冷 率先拱手道 启奏陛下 儿臣近日 发现二帝身边的亲信 谢彼安 带领着一支 不知来历的司军 赶去了弹州 此言一出 还在殿内站着的王之换 顿时心神一震 目光不由自主地 转向地上跪着的二皇子 庆帝也是微微皱眉 看向二皇子 何有此事 二皇子冷笑一声 拱手应道 回陛下 此事儿臣不知情 京城中 谁人不知那谢彼安是你的贴身护卫 他领着一支庞大的司军赶往弹州 你会不知情 太子出言 争锋相对 御书房内的气氛 一时颇为紧张 但庆帝却仍旧一副 淡然自若之色 文言也不着急 只有坐回了踏上 微微抬手 示意两人起身 二皇子起身后 嘴角微翘 对着太子道 谢彼安是我的护卫不佳 但太子殿下 说他领着一支司军前去了弹州 此事我倒真是不知 太子殿下有证据吗 他似乎并不着急 摘干净自己 反倒先将了太子一军 太子文言顿时对庆帝道 陛下 此事事关重大 当派监察院立即撤查 什么就事关重大了 二皇子呼得出言打断了他 而且声音异常的洪亮 脸上还带着思思不愤 只听二皇子道 太子殿下指控谢彼安带领 司军去弹州 无非是想污蔑我 篡养司军对吧 敢问太子殿下 有证据吗 再将一军 谢彼安是不是领着 司军去了弹州 尚未可知 可这司军与二皇子 有没有关系 又未可知 太子刚才的指控 在此时看来 显得有些操之过急 如果没有证据 那这种指控 只能算是诬告 而太子 似乎真的没有证据 他看着庆帝 恳请道 陛下 在我国内 无端出现如此一支 庞大的司军 无论如何 也要监察院调查清楚 而且其中 还有皇室护卫参与 牵连甚广 若不及时处置 只怕引来大火 没有证据 便找证据 他自然是无法出面 去找证据的 毕竟 太子位属东宫 难以国之本 他如果出面 那势必掀起滔天波浪 再者 他也知道皇帝 不会让他去查 所以他开口闭口 都是监察院 庆帝听了这话 脸上神色 微微一顿 剑眉下 一双毛子里浮现出 淡淡的眷衣 这件事 就按太子说的般 对了 王上书 朕刚刚说到哪了 庆帝似乎并不愿意理会这件事 所以转瞬间 就调转了话题 王之换文言一正 急忙攻身应导 回陛下 说到上山虎 拉不住我朝二十万大军 庆帝文言微微点头道 上山虎是有些名头 但北齐新败不久 想来也不敢与我大清铁骑交锋 你严令各军列阵以待 我一而眠 随时准备拔营起债 进攻北齐 王之换听吧 这才攻身退去 带得王之换离去 庆帝呼得从踏上站起 目光突然变得冷 看着太子 你刚刚说什么 庆帝的身影 深冷无比 好似夹杂着万年悬兵 令人不寒而栗 太子见了他脸色骤扁 顿时吓得脸色苍白 惶恐不安的再度跪下 回陛下 而成说 放肆 不待他说完 庆帝已勃然大怒 怒目袁正如同胡言 凛然无比 太子不明所以 但已经趴在地上 不敢动弹 一旁的二皇子见壮 嘴角再度浮现一丝冷笑 无论他到底有没有篡养私君 这种事也不是随口乱说而已 你没有任何真凭实据 就敢在朕的面前胡言乱语 还当着六部众臣的面 你以为你这个太子之位 就稳如泰山了吗 庆帝一怒 山崩地裂 太子直趴在地上瑟瑟发抖 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可庆帝物子觉得不够解气 用手指指着他道 朕告诉过你 这世间万事万物 都不可只凭眼观 便能彻底判定 你告诉朕 你将朕的话当做什么了 这时 二皇子适时出言 为太子解围道 陛下 太子或许只是一时情急罢了 毕竟犯行被贬 沦为通缉犯 一向和临相走得近的太子殿下 自然心切 放心太子殿下 臣不会将此事放在心上的 最后一句话 二皇子格外强调了一番 好似在告诉太子 自己人后 不会在意这些小事 趴在地上的太子 仍旧不敢动弹 听着这话也没有回应 太子轻扶 罚禁足东宫五日 以观后效 儿臣谢陛下隆恩 太子起身 心惊胆战地离开了御书房 二皇子见状正要告退 却不料庆帝 却呼得白手 脸色一如既往的淡然道 谢彼安是把好剑 握在自己手里固然是好 可如果握在了别人手中 那也是个极大的隐患 庆帝的话 只让二皇子心神一惊 但他脸上却仍旧抱持一副 泰然自若的神色 闻言微微点头道 而成谨遵圣意 庆帝见状 这才潇洒挥手 去吧 二皇子攻身后腿 俯刻刀削的脸上 不见丝毫一色 带着二皇子离开 侯公公这才从外面进来 攻身箭里头对庆帝道 陛下 如此敲打太子 恐引起太子不满啊 庆帝转过身 看着暗机上的一份密报 立眼之中闪现两束冷光 他淡淡道 你觉得太子会因此而记恨阵 侯公公急忙攻身败手 奴才不敢 奴才只是觉得 太子或许是过于心急 但此事毕竟是真的 陛下如此敲打太子 太子只怕难以接受 谁知庆帝转头盯着侯公公 似笑非笑地道 正是教他如何当好一个皇帝 他岂敢不接受 这时 陈平平前来觐见 侯公公没有继续多言 将陈平平引进来后 便又退了出去 陈参见陛下 查清楚了吗 庆帝坐回榻上 俯身看着暗机上的公文 神色风平浪静 一点也不像刚刚才震怒过的人 陈平平攻守 已经查明 当日截杀使团时 谢彬安在场 他还没有动手 严彬云就赐了范贤一件 说完 陈平平从袖中掏出一份密信 双手举着递给庆帝 庆帝打开后随意看了一眼 然后扔在暗机上 淡然看着他道 当时使团内活下来的人 都还在 还在 已经被请进监察院 全都杀了 一个不留 庆帝云淡风轻地说着 显得极为漠然 陈平平目光一紧 急忙问道 这是何故 这些人都是日后犯贤 翻案洗清冤屈的重要人证 为何要杀了 他不懂 也不想懂 他甚至觉得 庆帝是不是疯了 只是他没说出口 当然 他也不会说出口 可庆帝刚才的话 还是让他太震惊了 以至于他都忘记了 在皇帝面前 说话要谦卑 庆帝并未对他的不敬而不满 反而有些怅然 脸上满是喜色 他起身道 刚才太子和老二来过了 陈平平吻言恍然 太子这一次抓住了二皇子的把柄 势必会继续查下去 这些人虽然是范贤翻案的关键人证 但也是太子指控二皇子的重要人证 所以不能留 但陛下 范贤就真的只能背负这个冤屈了吗 话到最后 陈平平因袭的毛子里满是不愤 虽然隐藏得极深 但却还是被庆帝看了出来 他笑着看向陈平平 朕不是与你说过 范贤很聪明 根本不用着我们来帮他清洗冤屈 可 此事就这么定了 庆帝摆手 尘埃落定 陈平平被侯公公推着走出御书房的那一刻 陈平平眼中的不愤 煞时间浮现在了脸上 那股冰冷的沙蚁 顿时让轮椅后的侯公公心神意紧 但周是个好地方 当范贤走在街头 好整以侠的走马观花 心情愉悦极了 可当他想起身后跟着的 除了斯里里 海棠朵朵 还有阎兵云时 他又忍不住略显有些无奈 阎兄 你之前来过这里吧 范贤拿着一串糖葫芦 若无其事地问道 阎兵云仍旧板着一张脸 文言只淡淡道 李贤来过此处执行任务 范贤文言点头 转过头对着斯里里 海棠朵朵道 你们想不想听个故事 两人均感诧异 但又觉得新奇 于是双双点头 范贤见状 脸上当即露出思索之色 片刻后才道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两个兵货不断的国家 他们为了争夺对方的地盘 从建国第一天起 就开始相互攻法 整整数百年 后来 其中一个国家 为了彻底消灭对方 就派出自己国内的顶尖高手 逼他们立下 不死不休的军令状 然后潜入敌国 暗杀敌国的一员大将 经过长达数年的筹划 最后 这个暗杀计划启动了 也确实将敌国大将杀死了 可那些顶尖高手 却从敌国带回了那员大将的孙子 并且养育成人 培养成忠于自己国家的大将 同兵数十万 一举攻灭了敌国 你们说 这个最后灭掉自己母国的大将 最终会不会知道自己的身世 范贤不知道自己讲的这个故事 讲得够不够透彻 但是他觉得 如果不讲出 那自己会非常愧疚 斯里里文言 秀脸之上 顿时浮现一丝惆怅 因为他原本就是沁国人 所以他并未回答这个问题 只是揉捏衣角的手更紧了 海棠朵朵吃了一声 冷笑道 哪有那么费劲 竟然打得过 直接灭了对方不就行了 何必要如此大费周章 然后范贤就给了他一个白眼 这是重点吗 重点是 那个灭掉自己母国的人好吧 他很无奈 因为他也知道 海棠朵朵的思维方式 和自己不一样 所以他干脆直接 无视掉海棠朵朵的回答 转头看向了颜冰云 颜兄 你觉得呢 然后颜冰云就白了他一眼 这个故事很有趣吗 颜冰云懒得回答 范贤以手无连 额的神啊 哎 你们能不能稍微配合我一下 就当是满足我的好奇心总可以吧 你们觉得那灭掉自己母国的大将 发现了自己身世 那他会怎么办 范贤不依不饶地问道 这时 斯里里呼得愁云惨淡道 或许他会为自己犯下的错而自吻吧 范贤健壮急忙白手 是以自己不是那个意思 可斯里里不知 秀莲之上的惆怅和苦闷 顿时弥漫开来 海棠朵朵道 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无非就是一死 难道他还能找到当初带他回去的那个人吗 然后再把这个国家也给灭了 范贤听罢 眉间微斗 然后看向阎彬云 阎彬云看着他的目光 无奈道 身不由己 他之前如何知道自己的身世 现在就算知道了 只怕也是无力挽回 唯有一死 唯有一死 范贤细细思索 而后暗叹道 或许死都无法解脱 精彩内容 下集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